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战士 他从一开始出场是一个军校的助校 在理论方面是非常的精通 对战术啊 历史啊都非常的精通 但是他不甘于做一个老师 他就想上战场 请首长提示 冲片师 有 你把他带上 到了战场以后发现自己的理论知识 在实战上面其实是使用起来是有限的 真正上了战场 看到战场上那种惨烈 其实他是震惊的 他没有想到这么多的战士就在他眼前 就这样牺牲了 当一个书生实际走到战场上 战场带给他的刺激 是他远远没有想到的 这个也是我跟导演一起商量的 我说这样的一个人到战场 那个震撼是你一定要表现的 他在这一次一次的震撼中 包括看到这么多的阴烈牺牲 非常直观的刺激一点一点在改变着他 我不怕死 是我怕完成不了的事 使命 使命 一点一点的转变 最后成了一个有志 有谋 有勇气的战士 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是别人给的 是要靠我们打出来的 开包 好 唱亭外 古道边 他其实代表着某种当时段显峰的心境 刚才那哼那歌挺好听的 这个小战士呢就是一直听着他会唱歌 他觉得这首歌好听 他想学 你快教教我那首歌 这不适合唱那首歌 谁送谁啊 因为他不想送别 但是他不得不送别 很多很多的人 那个其实导演没有要求说 你必须得哭出来 剧本上其实写的就是他非常的震惊 然后我在演的时候 其实前面是什么都没有的 因为我们是分开拍的 所以当我脑子里想象22岁的黄极光去堵枪眼 我真的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最后就满脸的眼泪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 他们的性命无体 勇气如钢 为了胜利 不惜以血肉阵群 去抵挡枪林弹 最后一 vara 排摄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坑道里待着 我说 我们拍摄都这么辛苦 这只是拍戏呀 当时真的在战场上 这坑道里他们说有40多度 也不透气 上面就是抛火连天呀 真的到处都有那个沙土就往下落 物资根本送不进来 连滴水都没有喝的 两万个苹果只送进来了一个苹果 所以当我们拍戏的时候 举起这个苹果 其实就是自然而然这种肃穆 这是军力 对我们的关怀 在当时其实你就会觉得 这些战士们面临的困境 是多么的艰难 几天几夜一滴水都喝不着 所有人还要在这样的情况下 坚挺着自己的意志 还要去打赢这场仗 如果能成 我愿意埋在上岚脸 黄极光 邱绍云 小时候我们听过这样的故事 但是当我们可以用 影视剧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直观的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万沈丰她是千千万万英烈的 一个代表吧 她虽然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但是她又是每一个人 我愿意埋在上岚脸 我愿意埋在上岚脸 我愿意埋在上岚脸